為在落國鄉清水川的淹土農漏 因為是山坡地 而且坡度比較大 這幾年來 經過河水沖沙 有水透流失的狀況 因此 定情希望協助農民 搭造冬頭泳以及白水膏營設施 管理民情 匯董立委口修華 情願匯審 因為當地山坡地 確實需要做冬頭泳 來確保農地和農民的安全 在當地農民 以及維吻吻的斷雅下 管理民情 匯董立委口修華 為在河水沖沙 山坡無謂的鹽泳農漏 讓當地山坡地 主要是當中泳的狀況 這裡的農民 農作物也這麼多 經過的農民也這麼多 都要經過這條路 所以今天我們很感謝管理 帶來90幾萬元的經費 來做這個地方 會破這個路 有的也是掏空的 所以很感謝管理 來做農路 讓農民更好走 為在六個鄉親水沖的鹽泳農漏 因為是山坡地 而且嚇倒不死 這幾年來 經過河水沖沙 有水泳流失的狀況 管理民情 以及立委口修華 再來回抗 因為當地山坡地 比較喜歡做冬頭泳 來確保農地和農民安全 拉大後 水沖都倒下來 就讓我們的路 中斷 所以今天來回抗 這個比較濕 還有一些排水溝 需要來失射 跟這排水溝沒失射 水一直沖下去 路面損壞 這個排水溝也要一併把它修復 因為這兩天 由於是大火來後 鄉親也非常煩惱 就是火水旗來的時候 我們這些邊坡都受到大水的沖刷 讓我們的邊坡受到很大的一個影響 也不斷的下陷 所以今天的官長也答應說 從邊坡來做好 尤其在我們這個落水的部分也比較難回彈 加上一個簡易的小型水溝蓋 我想也能讓農民在火車的時刻比較安全 鹽頭農路路邊沒看 路邊的土地在這幾天的大火沖刷之下 正面現時掛掉不少 讓農民開始煩惱落落機比威卡的風險 因此管長在臨面前 從這次實施作洞頭像 也應該要當作派水旗來比較不安全 記者今天就算差不多